前两天中国网红电玩科技AKYouTube平台 公然辱骂台湾人这个言论一直在燃烧 他第一时间也对台湾用户进行了隐藏 所以台湾人是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影片的 那是之前 现在是所有人都看不到他的影片 因为他当时可能会觉得 他这个事情引起了渲染大波 肯定很多台湾人会进去看 对于他的频道来说是不利的 所以他就紧急的对台湾用户进行了隐藏 可是事后呢发现骂他的 反而是大陆人 中国人自己骂他骂的最厉害 待会呢 今天我们的影片就会带观众朋友们来看看 为什么大陆人骂的这么凶 首先呢 我会带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个人的观点 为什么大陆观众要去骂他 首先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电玩科技AK去美国 签证又被拒签了 被发现有移民倾向 所以他也是比较气愤嘛 准备了很久 所以就开了个直播 直播当中啊 有很多的粉丝跟他 然后在那个聊天室里面 很多粉丝互相交流讨论 其中有粉丝其实也提到了 香港护照也是免签美国的 而且多次强调了 他也看到就是没有引起他内心的愤怒 其实后来很多人说那是台湾粉丝 因为理所当然的提到台湾护照 大家会想的可能是台湾公 其实不是 大家去回看网络上有些备份 那个聊天室里面呢 说台湾护照的那个网友呢 他是一个中国人 是一个大陆网友 他只是提到了 就像别人提到 香港护照免签美国 他没有生气 但是那个大陆网友提到了 台湾护照免签美国 他彻底就破防了 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大家先得清楚 台湾跟香港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现实来说 香港他是就被中国已经统治了 属于中华人民共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虽然说跟中国内地的那些人况 还是有区别的 算是人上人 但是他还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所以那个AK可能也知道 毕竟香港是本来就是中国的 但是呢一看到台湾就急眼了 一看到台湾就玻璃心就全碎了 因为老实说内心深处 很多中国就是把台湾当作敌人一样 如果是一家人 为什么简简单单的提到一个台湾护照 你就要上升到政治层面 就要上升到去辱骂台湾人 对吧 而且那还是个大陆粉丝留言的 人家说的也是事实 说台湾护照免签美国 而且那是个粉丝交流 大家互相在讨论 护照这个议题的时候 没有人在讨论到政治这个上面 但是他就崩溃了 他首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就带领了粉丝崩溃了 粉丝后来好像也没有怎么崩溃 所以后来为什么很多中国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我来分析一下 这个今天要讲的重点 为什么中国人要骂他呢 简而言之 就是非常好理解的 你想想 他是一个中国人对不对 而且是个公众人物 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在一个国际平台上 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 然后别人评论了一个台湾护照 然后你就开始大骂狂骂 然后人身攻击 然后说台湾人是狗 是美国人的狗 你想想 两岸虽然说有各自的立场 我们讨论一些科技的话题 或者一些娱乐的话题 能不讨论政治的时候 其实两岸还是可以保持一个默契 这是可以进行其他领域的交流 但是你今天在讲科技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主动的去挑起这个战争 你主动的去辱骂台湾人 而且人家粉丝 那个大陆粉丝 他也没有讲台湾的一些政治什么的 然后他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网红 就开始暴走 然后中国人的形象 很多人第一印象就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中国网红 然后他也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作为很多的大陆网友来说 他其实不是因为他支持台湾 这个跟知不支持台湾没有关系 所以很多大陆网友 现在去骂他 也不是说他支持的是台湾 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他太他妈丢中国人的脸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那些大陆网友对他骂了一些什么 有些不是骂吧 就是跟他意见不同 可能批评他 我们接下来就看到有中国网友留言说 这下我相信很多理智的大陆观众 会取消关注了 就是退定的意思 因为太给大陆人丢面子了 人家也是就你的直播留言 也没牵扯政治 但是你就一直扯政治层面 本来两边不讨论政治都能好好聊 结果你对着所有人开始攻击台湾人 真给我们丢脸了 还有人说 我觉得你太过于情绪化了 反而给我们大陆人添上了负面形象 因为直播间那个留言也并不是台湾人 他也只是说换台湾护照的话 是可以免签美国的 这也是事实嘛 不知道为什么你对这件事这么敏感 还有网友表示 记得没错的话 你在以前直播间也说过中国护照的优点 那个留言只是说台湾护照能免签美国 就被你带着大家一起骂台湾人 是不是你应该先骂自己 我们大陆人说中国护照 牛逼 难道就没问题吗 台湾人说台湾护照好 就是有原罪的吗 问题是人家说的也没有毛病 台湾护照本来就可以免签美国 不知道你激动的点在哪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崩溃 还有网友表示 我也是少数理智的那些大陆人 毕竟翻墙很多年了 但是你的做法非常过激 而且针对台湾人的入骂非常低级 我看了一下被骂的台湾人 反而没有你这么情绪化 如果你做不了一个公众人物 你可以选择不直播 不要因为别人的意见不同 就公开入骂别人 况且别人也不是跟你意见有分歧 只是说了一下台湾护照免签美国 你就崩溃成这样 相信理智的大陆人都觉得很丢脸 还有人说 我是翻墙很多年的人 一般我不会去评论敏感政治 但是这次我觉得太失望了 明明人家观众只是说一句台湾护照 你就气成那样 你自己拿大陆护照被拒签 然后把气撒在台湾护照身上 嫉妒自己手上的不是台湾护照 我知道你这么骂 绝大多数的大陆观众会很爽 但是在我们这些理智的观众眼里 你就是典型的内心狭隘自卑 所以简简单单的台湾护照四个字 就足以勾起你内心深处的自卑 台湾两个字也足以让你气急败坏 真给我们丢脸 所以这些大陆观众 这些是理智的一派 其实小粉红的话 或许也有 但是这一次留言我看到小粉红 有些小粉红其实也骂他的 因为我刚刚一说了 其实这个他并没有给中国增加什么形象 他反而是把中国人的负面形象 表现的一览无遗 所以是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甚至一些小粉红 也去骂他 除此之外支持他的应该是非常极端的小粉红 我相信或许有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留言 基本上都是大陆人自己去骂他的 这个事情也发生了几天了 我也不想讲太多 今天就讲最后一次 其中他有个观点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我就说一下他说台湾人就是很懦弱 就是说台湾人不敢不敢干嘛 他说台湾护照改了几次 说台湾人不敢去掉那个China 然后我想说台湾是民主国家 他去不去他都有一套程序 而且中国人就像这个网红 他认为的这个China一定就是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认为的那个China就是对岸的那个中国 但是台湾人不管去掉或者不去掉 正在讨论的这个China 都是中华民国 请不要玩文字游戏好不好 这是不同的概念 如果真的台湾护照上的那个China 就是对岸的那个China的话 是一个政治的话 一个政治实体的话 就没有台湾问题了 你们就没有必要每天在那边崩溃 那边叫 每天都在那里喊武统 没有这个问题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台湾就是属于中国的了嘛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但显然不是啊 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OK 所以台湾护照上有China 那是很合理的 因为它就是中华民国嘛 台湾人是很尊重历史的 那历史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历史也有可能一天会有变化 那目前来看台湾 它作为中华民国 它连联合国都没有进去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 对于中华民国这个概念 对于在台湾地区的一些人的 这个认同感慢慢降低 因为历史它是很多因素在不断变化的 你不能说大清那个时候的 对于中国的形象 然后搬到今天来还可以试用吧 不一样的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的 而且这个也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 所以把当年的那个历史说 什么中华民国 搬到今天来讲 确实在于一些人 比如说台独的一些势力 比如说台湾本土意识的一些势力 这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本土意识 然后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有些人他有中国情节 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情节 所以对于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有情节 他们就会反对去掉这个Republic of China 对吧 护照上是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不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你自己在直播间里面也大放厥子 也说了什么People 这个吉巴那个China 对吧 你怎么连这个都分不清楚呢 台湾护照上是Republic of China 你中文不好吗 你翻译过来它就是中华民国 两个概念 所以很简单 台湾就是个民主国家 就算今天不去掉China 那也是很合理的 因为有很多人会反对 他不像中国一言堂 党说了算 我相信台湾今天如果完全的把China给去要 肯定有很多人反对 那像国民党派 那个统派的人就会来反对 这就是个民主国家嘛 虽然说我是没有政治立场的 我也不支持绿营 我也不支持蓝营 我是保持一个中立客观的一个理性 不像这个网红 自居中性 自居理性客观啊 结果一个台湾护照 就在上面开始这个种族歧视 而且对着整体的台湾人民说台湾是狗 你说你妈理性你妈鸡班 你妈这个傻逼一样 还理性 还好意思说让台湾人去多读书 多读历史 你他妈这个脑子里面装都是粪啊 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洗脑的东西啊 你装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政府教你的中国历史 这不是中国历史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教给你的中国历史 连台湾护照四个字啊 都要崩溃 那中国官方也不意外 对于台湾两个字啊 都要打上马赛克 非要在前面加一个中国 然后变成中国台湾 那后面的这个台湾国旗呢 在中国也不能出现 现在连影视剧里面几乎都不能看到了 都要打上马赛克 以前好歹还可以打上 毕竟啊 这也是我们过去拥有的一段历史嘛 民主的中国 但是呢 现在您看中国已经 就跟这个傻逼 这个AK一样 这个电玩科技 这个中国网红一样 玻璃心到什么程度了 连过去中国自己的历史都不敢承认 你还让台湾去学历史 干你娘 今天影片就他妈到这里结束 干你娘 鸡鸡掰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